巴勒墨 它就是给人脏乱破败的感觉 可你要说它萧条没落呢 也不尽然 这里又是我见到的旅行团最多的意大利城市 游客川流不息 餐馆处处爆满 在巴勒墨过马路 绝对是一次敏捷和勇气的比拼 当你站到马路边上 表现出要过马路的姿态时 无论这里是不是人行道 像你这个方向开过来的车 十有八九都会加速 如果这时你胆怯退缩了 就会看见一辆辆车 接连不断地从你面前挤驰而过 如果你下定必胜的决心 目不斜视 坚定地迈出勇敢的步伐 两旁的车辆倒会踩下刹车 在不远处停驾等你过马路 四脚厂是历史城区的中心 名胜古迹散布在周围 最近的就是巨型的普雷托利亚喷泉 几乎占满了整个普雷托利亚广场 虽然为了买这个喷泉 巴洛墨市政府曾经花费巨额资金 但保守的西西里居民似乎不怎么喜欢那几个裸体的少女雕塑 把它称为羞耻之泉 我在那两天从没见她喷过水 还被铁栅栏围起来 似乎人们是要故意地忽视她 只是她的体量过于巨大 但凡经过想不注意到她都难 喷泉旁边的圣卡特琳娜教堂 是一个修道院建筑群组的一部分 内部装饰是奢华反腐的巴洛克风格 甚至反腐到了让人有点眼花缭乱的地步 屋顶的露台可以看到整个巴洛墨的风光 修道院还以它的甜品店而出名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甜品 买完可以在修道院美丽的四方形庭院里吃 有人说这里的奶油卷Canolo是巴洛墨最好吃的 2.8欧元一个不便宜 但是特别巨大 有常见的奶油卷两个大小 教堂晚上有声光秀 利用教堂的内部构造使用灯光和音效 营造出梦幻神秘的氛围 绝对是物超所值的视听盛宴 强烈推荐 我录了一段录像 但完全反映不出现场的美 微信公众号有更完整的仅供参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诺曼王国的中心 巴洛墨有一座雄伟的诺曼王宫 王宫的装饰很漂亮 尤其一个房间的房顶和上半部分墙壁是黄金装饰 还描绘了各种真情猛兽的图案 格外迷人 王宫最主要的景点是帕拉提纳礼拜堂 内壁室满珍贵的大理石和黄金制成的马赛克 金碧辉煌 这个礼拜堂是诺曼国王鲁绝楼二世于1130年设计的 就在这一年他建立了西西里王国 这是一个曾在1130年到1816年间存在的国家 领土不仅包括西西里岛 甚至包含整个南意大利和马尔他 1520年马尔他被教皇化给马尔他骑士团把守 每年收取一只马尔他鹰作为年费 但仍然归属于西西里王国 直到1798年拿破仑的军队占领马尔他 在四角场和王宫之间是巴勒默主教座堂 这座教堂在罗马帝国晚期就已经存在 曾是一座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堂 阿拉伯人占领时期改为清真寺 诺曼国王威廉二世在1179年到1185年又把他改回为教堂 因此建筑风格非常复杂混搭 这座教堂成为主教座堂还是2000年以后的事 之前巴勒默的主教座堂在西南方八公里处的蒙雷阿来 蒙雷阿来教堂是诺曼国王威廉二世 于1174年到1184年建成 整体建筑和装饰风格将拜占庭 阿拉伯诺曼式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是世界现存最大的诺曼式建筑 也是诺曼艺术的巅峰之作 教堂内部装饰了42幅黄金马赛克镶嵌画 描绘了圣经旧约和新约的经典故事 壁画总面积达到6000平方米 用了1200公斤黄金 是世界上拥有最大面积黄金马赛克壁画的教堂 教堂旁边修道院里有一个美丽的四方庭院 庭院的回廊有114组圆柱 每组由两根圆柱组成 每组圆柱的图案都不相同 非常典雅美丽 这个教堂可以在巴勒默火车站乘坐巴士或者公交往返 旅游观光巴士也有到达的专线 这里是巴勒默游客最多的景点 稍晚一点教堂里就挤满了人 我的建议是或者一早就过去 或者中午去 因为教堂中午不开放 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参观修道院的庭院 等到开放第一时间进入教堂 赶在人潮到来前结束参观 卡诺诺是西西里的经典糕点 发源地就在巴勒默 本来是庆祝狂欢节的节庆食品 后来发展为日常糕点 卡诺诺的外面是卷成筒状的油炸油酥面皮 内馅是羊奶乳清奶酪 在圣卡特琳娜教堂的甜品店里 已经炸好的面卷码在柜台上 客人买了以后 先把奶酪灌进面卷 然后在两端沾少量坚果 巧克力或者果干 上面再撒一层糖霜 现点现做 防止面卷把奶酪中的水分吸走 影响口感